政壇焦點來關注民眾黨新竹市長 簽選高鴻安 現在是深陷著論文抄襲風波 這立法院的民進黨團 甚至行文向資策會要求 要提供他任職期間的資料 而變態現在對手陣營 是不斷的窮追猛打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昨天 就下令著全黨要團結 來做高鴻安的後盾 只是說到這五黨籍 簽選台北市長的黃山山 在整起事件爆發之後 他沒有在第一時間力挺高鴻安 今天一早是趕緊透過臉書 來發文聲援 柯文哲也幫忙緩家 強調黃先生絕對是民眾黨的盟友 大家可以講一下安安姐姐 安安姐姐 拿出活力照常跑行程 民眾黨新主事長參選人高鴻安 聲線論文抄襲風暴 立法院民進黨團前一天 甚至行文向資策會要求 三天內提供他任職期間資料 資策總長這樣子是不是有 真的在施壓資策會 要資策會翻案 來做這個資策會說 我們侵權的一個動作 這件事情真的是到此為止 不要再做這麼多的政治追殺 精神明顯比前一天好多了 或許是因為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才剛剛對黨內下令 全黨團結做高鴻安的護盾 強烈回擊 不要說自己的黨內通知 任何一個國文照顧公平的代表 本來就應該挺認得出的 所以我已經下令說我們黨員 應該大家一起捍衛高鴻安的 但事件爆發以來 無黨籍參選 台北市長的黃珊珊 卻沒在第一時間出面力挺 甚至一度跟柯文哲不同調 高委員其實他這個事情 我有發簡訊 我們大家都有在聯絡 他捍衛他的清白 這是我們權力相挺 大家不用每天見縫插針吧 這個有什麼問題 我們每一天都在聯絡 從他不願意掛民眾黨 這樣做他的一個候選 要一個無黨旗 其實讓人家有一點感覺 就是好處要拿 但是整體來講要負責的不敢扛 民眾黨內部傳出反彈聲浪 黃珊珊臉書當天早上 趕緊發文聲援高鴻安 痛批鋪墊蓋地攻擊 喪失人性 黃珊珊當然是民眾黨的朋友 來講他也是我 那個寄望的生命 主席親自緩家展現團結 接班氣勢 畢竟面對藍綠袈衫 解決內部雜音是當務之急 這林軍提議生員採訪報導